由於自由基的增生之後 它有造成累積 累積之後它會造成組織的發炎 發炎的話它會造成許多的疾病的產生 那麼因為自由基 就是青分子它可以來吸取自由基 所以它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其實青分子它對於許多的疾病 它其實是有舒緩 真的是它可以有一個療癒的作用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像癌症 我是講胃癌 胃癌大家都知道 它常常就是說 以這個幽門感性的感染 它就會造成胃癌的風險就會增高 其實這個也是自由基的所造成的 最慢性的花癌 那現在的青分子呢 它可以把這個 慢性的花癌把它壓下來 因為它有兩個特性 一個它可以指指這個花癌的現象 而且它可以清除 最德性的清除這些比較苦的疾病 所以它這樣的兩個結果 也許將來使用青來保健的話 也許可以避免比如說胃癌的化身 這個也是其中的一個意思 所以我講教授那個 我們相當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比較好奇 是感興趣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然後又大於大肉 那可能作息不正常 也會產生相當多的一些文明病 那我們青分子 它對於我們現在人類的這些 一般目前所看到的 所知道的這些文明病 是不是還有更多的一些幫助 能不能再請教授 再供給我們舉些例子 先分子它針對哪些的文明病 那些常見的一些文明病 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 現在包括癌症 糖尿病 我剛才講過的慢性退化病 它包括心血管治病 它包括這個 這個 痴呆症 他跟 這個 帕金森 是 好 這些 就所謂的慢性退化病 根據文獻 都已經有發表 對這些疾病 都好像被失緩 但是呢 我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 青 來做一個 易法 的工作 的策略 OK 因為 其實易法 剩一治療 OK 那我要強調 易法 我們不要說 等到生病的人後來 再來用青 當然會有 會有失緩的作用 但是 其實這不是最 最終的目的 最終的目的 我們先易法 所以呢 易法的話 要不然我們利用青 它又沒有毒性 而且又可以拿到 我們所使用的這些 保健 所以呢 我覺得是 青的 將來 一定是一個 非常 有效的 這個 易法的策略 作詞